大家好,欢迎收看100个句子,记完7000个雅思单词 我是王帆,直接叫我帆儿姐就可以了 今天为我为大家来讲解第86节课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次课的主要内容吧 咱们这次课主要从四个方向来进行 首先会展示一个剑桥真题当中的句子 并且对此做一些分析,包括句法以及句子主干信息等等 好,紧接第二步会提炼出一些核心的单词从这个句子当中 尤其是适合于雅思考试的一些核心单词 好,第三步,结合这个句子,我和归纳总结一个主题 并帮助大家整理一些跟雅思考试进一步相关的一些表达 好,最后会结合我们今天学过的一些内容 再做一些单词的梳理以及知识点的扩充和巩固 好,也就是这四个方向的内容,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我一边读,大家可以一边品味一下这个句子的含义 这个句子描述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是我的一个偶像,是居里夫人 非常感谢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物理学上面 好的,那我们就一块来分析一下 居里夫人所做出的贡献吧 好的,这个句子的主干信息是 她,她这里指的是居里夫人 her contribution to physics 她对物理的贡献 已经是无限大的,特别大的 OK,好,这里不仅仅在于什么方向 not only,but 不仅在于这儿 而且还因为另外一方面 这是大概句子的一个主干信息 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 需要大家掌握的语法结构 我不要在这里了 她的一个贡献呢,就是 对物理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前面是主干信息 好,紧接着 which这个部分修饰了 her own work 她的一个个人的研究 就这个研究是怎么样的呢 好,紧接着 because of 这里后面解释了原因 原因是为什么 OK,注意because of 和because 这里提示一下 用法是不太一样的 通常because of 后面通常加的是一个名词 或名词词组 或者是一个动名词 而because 后面通常加的是完整的一句话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表达的差别 OK,好 最后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理解 巨礼夫人对物理学做出的贡献了 好,她的一个贡献 对于物理学这一块 一直以来都是特别 in math 表示巨大的 不仅仅是因为她自己的研究 这个研究的重要性 已经被她的两个诺贝尔奖 她得到的两个诺贝尔奖 所证明了 所阐述 就这真的非常巨大 她两个诺贝尔奖 特别厉害 而且还因为 她对一代又一代的 subsequent generations 的和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影响 就是影响深远 太牛了 真的一言难以表达 我对她的一个敬畏之心 所以我们还是看单词吧 好,看一下这句话当中 跟雅思考试相关的核心单词 分别是 contribution immense demonstrated influence 接下来我会依次介绍一家 这四个表达 首先看第一个单词 contribution 是一个名词 表示贡献 捐献的意思 可以把它分开来记录 分别是 contribute contribute 表示捐助的意思 同样它也是一个动词 然后 tion 这里 tion 可以把它想着这个 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你看再次出现了这个名词后缀 所以在判断词性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觉得 很方便了呢 很快捷了 好来 跟着这个单词相关的固定搭配 如果对某件事情 或者是在某个领域 做出了一些贡献 英文可以说 make contribution to something 如果这个贡献是巨大的 像菊里夫人一样 and then you can sa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r valuable 有价值的 contribution ok 好 第二个单词 immense 非常大的 大到已经不可估量了 这里可以通过词根的方式来记录 im通常表示不 也是一个不的一个词根 好 接着mense表示测量 都几乎大到无法测量 就是非常巨大的 同意的表达可以是enormous enormous 这是一个形容词 也表示巨大的 常见搭配 比如说它对某个事情 某个领域的影响 菊里夫人是emmense influence right 同样你可以说 在某个领域当中的一个改进措施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巨大的改进 可以是emmense improvement emmense improvement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提到过ment 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好的 接下来第三个单词表示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它有演示说明论证的意思 如果通过词根来记忆的话 de表示加强 monstr 表示显示 去做一些事情 加强 然后展示 去做这么一些事情 就是一个演讲展示的意思 其实可以同样的 在后面加上tion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名词 对吧 表示展示演示的意思 同样的 你还可以把它 和它的这个同意词 一块来记录 比如说 都有展示 书名的意思 可以用show 在这里show 不表示表演 或灯光秀之类的 它表示一个展示 就是秀场 也是一种展示嘛 对吧 还有display 显示展示的意思 常见搭配 比如展示自己的 一个才华和能力 demonstrate wansibility ok 我也希望各位同学 可以在雅思科业考官面前 尽可能的展示 自己的才华 ok 好 下面一个 influence influence 表示影响的意思 in表示进入 flow表示流入 这个影响 是慢慢慢慢 侵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去的 enc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influence表示影响 是一个名词 如果说对什么事情 有一些影响 英文可以说成 have an influence on something or somebody 或者是exert an influence but this one 会有点正式 如果查阴阴字典的时候 你会发现 后面这个表达 这固定搭配 后面会有一个 formal的字样 如果formal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字样 它代表着什么来着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印象 我们之前 有刺客当中 曾经提到过 如果你发现 字典当中 有formal字样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表达 更多的时候 用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像是一些 学术论坛 或者学术演讲之类的 当然学术写作 亚斯是一个学术写作咯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表达 但如果是在 一般性的一个 口语问答的环节 或者是一些口语对话的场合 如果是形容某件事情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你说成了exert an influence 让对面的听者 英美人士可能会觉得 用词不是那么的恰当 所以恰当的用词 还是有必要的 好的 这个以上是一些 对于这个句子当中 跟亚斯考试相关的一些核心单词 那就刚才那个句子而言 我们刚才的一个 杰出对物理 杰出的贡献者 是居里夫人 但世界上关于各个不同的领域 还有很多非常杰出的贡献者们 他们一直在 孜孜不倦的努力 为这个社会 做出一些些的贡献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跟杰出的相关的一些表达 至于在什么领域 有什么样的一些人 天哪 那不是美举太多了 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一一举例 因为都爱各位 带着发现的眼睛去观察 去探索 并且以它们为榜样 来鼓励自己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跟杰出的相关的一些表达吧 首先 有名的 著名的 注意这里 我并没有用 famous 我知道大家对于 famous这个词 其实并不陌生了 所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表达 叫做 celebrate it celebrate it 这个词 如果它当动词讲的时候 叫celebrate 它当动词讲的时候 是有庆祝的含义的 那这样的一些杰出人士 当然值得我们为他们而庆祝了 这个时候可以是 celebrate it 是有名的 然后他们变成了名人 注意ity外 通常是一个名词 词质 后质 那可以把它们理解成 叫celebrity celebrity表示名人的意思 名人的意思 同意的表达 除了famous 还可以说成 renowned renowned 这两个都是形容词 OK 好 常见搭配 你可以说成 a celebrated physicist a celebrated physicist 表示一个非常有名的 杰出的物理学家 比如说 Julie Fure 好 下面一根杰出相关的表达是 prominent prominent表示突出的 那pro是向前 安满表示突出的 什么什么的 是一个形容词 同根的表达 如果是ly结尾的 通常是一个副词 它的发音是 prominently prominently OK 在某个领域有一些非常突出的贡献 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特别厉害 英文可以说成 play a prominent part or role in something 你记住了吗 好 表示赞美的 钦佩的 那对于这样那些杰出人士 很多时候我们的赞美之情 异于言表 赞美的英文可以叫 complementary complementary 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同根表达是一个名词 complement make a compliment 表示对某件事情做出一个赞美之词 常见搭配可以是complementary about something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有一个表达叫complementary the same 发音跟complementary 几乎是一样的 那你有发现这两个单词的差别吗 注意词性也是一样的哦 对的 它的差别就在于 complementary 这里是一个爱 这是一个爱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 一结尾 OK 不一样的意思哦 如果你真的爱 有个人 那你一定要异于言表的赞美 这是一个 表示心配赞美的意思 而一 可能会有些怀疑的感觉 这表示 补充的 互补的意思 OK 如果你觉得 有一些人跟你感觉 性格不一样 maybe complementary characters right 咦 会有点发问 会有点觉得 有点奇怪 但这个时候有时候 其实互补的一些性格特点 反而能帮助大家 共同进步呢 注意这个单词 和这个单词的差别 有的时候在 写作的时候 如果你想表达的意思 是赞美的 尽量不要咦 让考官也感到怀疑了 好的 这个以上就是 关于杰出的 全部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好好回顾 以下今天我们提到的 一些单词和表达 首先 著名的 此时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视频 稍微暂停一下 思考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 提到过的跟著名的 杰出的表达 好的 现在可以暂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著名的一些表达 你应该也想到了一些了 比方说 像 celebrated 我们今天刚提到的一个表达 或者 famous renowned and well-known right 好 也让考官觉得 这个词汇量有点 不够广阔 尤其是想要在考语考场当中 能够更吸引考官眼球的人 对吗 你要取得高分的人 所以请一定注意一下 我可以通常记录一些 常见表达的 不太常见的各种意思 好 那接下来 我再考考大家 对于别人的影响 之前咱们提到过了一些 固定搭配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对别人有影响的话 是 have an influence on someone 还是 have an influence in someone 建议你最好不要直接 导回去看 直接现在想一想看 你有没有收获这个点 没错 下一次反应 注意介词的问题 尽量不要用错 应该是 influence on someone not really in someone 好 最后 对什么什么赞美之意 是 be complimentary about or be complimentary about 仔细看 别看错了 对别人表示赞美 我真的爱别人呢 到底是哪一个呢 没错 this one not really this one 这个意思是 对的 表示互补 互补的意思 好的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